大家好,这里是美眉物语 这部影片要来分享萨尔达传说智慧的在线中 是个最有趣和最离谱的操作技巧 其中许多是我自己铺玩游戏了 甚至都没发现得使用技巧的 一起来看看你知道几个吧 在影片开始之前要先感谢夏慧云 因为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去做这本内容哦 飞天地板的效果是会往前飞一段距离 正常的使用方法就是在刚复制出来的时候 立刻跳到上面,搭上飞天地板一起前进 在想要跨过一个悬崖的时候非常好用 不过如果掌握好时机 更能实现无限前进,无限飞天的效果 因为在召唤出飞天地板时 它会先在原地往上升一格 接着才会往前飞 利用会往上升的特性 如果我们在它飞出去之前就跳上去 并赶紧召唤出下一个飞天地板 然后再跳上去 重复以上流程就能达到无限升高的效果哦 也可以站在上面飞一下 等飞天地板快消失的时候 接着再召唤一个 立刻再衔接跳上去 操作熟练的话想飞去哪就去哪哦 不过到了后期拿到云后 基本上不用飞天地板了 如果只是要升高的话 云可以说是飞天地板的上位板 因为云不会移动 操作起来和飞天地板相比简单一些 但云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只要站在云上一段时间后 云就会消失 不过有一个隐藏秘招 可以让萨尔达一直待在云上 那就是在云上疯狂跳跃 用上这招再加上召唤复制物后 就可以安全地站在高处 看着自己的召唤物和敌人打 实现真正的宝可梦对战 不过在边招换怪物的同时 还需要一直按B跳跃 不然云就会消失 手把稍微失灵就完了 还好我使用的是 电玩酒吧的七代特式传说手把 这款手把不只有漂亮好看的 圣剑幻盾外观 更有舒服的操作手感 或是感激佳 搭配两倍摇杆强化 看模耐用而且反应灵敏 帮助我轻松使出各种操作 它有业界最长的18个月手把飘移保固 以及24到30个小时的续航力 不用再常常担心晚到一半没电啦 而且这款手把功能性相当多 中间有方便的连发功能 个人觉得最好用的功能 就是备件的招式记忆 可以设定一连串的按键操作 搭成一键放招 甚至可以罐网刷钱 而且七代传说手把支援多平台 除了Switch游戏之外 也支援电脑手机Android和iOS平台 买一款手把就能同时 游玩多个平台的游戏 相当的方便 不过这次的游戏主角 换成萨尔达公主 当然也要使用 七代粉色银河玫瑰手把 功能和前面介绍的 七代传说手把一样强力 而粉色系的搭配 让我操作萨尔达更有沉浸感 银河像事业送给女朋友当礼物 一人一只手把搭个情侣组 现在只要点击 影片上面的美美物语连结 就能以优惠的价格 获得超好用的七代特式传说 和七代粉色银河玫瑰手把哦 一起来体验吧 左脚踩右脚 真的是萨尔达的经典传统了 送风机的效果为向前持续吹出狂风 吹着萨尔达走不动 如果利用这个特性 在靠近送风机出风口的状况下 按下同步 吹风机就会一直吹着萨尔达移动 而且速度超级快 不只有在陆地上可以使用 使命上也可以快速游动 是快速跨越大地图的好手段哦 乌鸦除了可以刷钱之外 还能用来跑图 如果直接同步乌鸦的话 无法控制它的方向 只能跟着到处乱飞 但搭配上肉的话 就能完美操控乌鸦的飞行方向 首先召唤出乌鸦 这次对乌鸦使用同步 最后召唤肉 并把肉举起来 按下R键跟随乌鸦的行动 就可以飞行了 因为乌鸦会一直追着萨尔达手上的肉 是真正的涌动机 注意这里 记得和乌鸦保持一定距离 如果太靠近的话 乌鸦会把肉吃掉 想要控制方向的话 在想要前进方向的对角召唤乌鸦 例如想往东方走 就要让乌鸦保持在西方 肉召唤在东方 如期一来就能随意控制飞行方向咯 游戏中除了直接把敌人打死 还有许多运用智慧 把敌人玩死的方法 例如许多敌人怕水 只要召唤水块 并用同步把敌人拖进去 他们就会淹死 就连超强的魔法师们也能一招毙命 不怕水的怪物也没关系 叫出地鼠皮梯来挖洞 帮敌人挖好一个坟墓 直接抓起来丢进去 完全不用打就把怪物弄死了 非常的有趣 地鼠除了可以把怪丢进去外 还能用来解谜 一般来说 跳进地鼠洞后就会直接摔死 但如果底下是有空间的话 跳进去就可以轻松到达底下的房间 如果想区分是否可以挖洞并跳进去 可以观察挖洞点会有一块 与周围都不一样的土色方块 在方块上挖洞就行咯 这个解谜方法遍布海拉鲁大帝 如果有发现迷宫里的宝箱 或者星知碎片拿不到的话 可以试着找找看外面 有没有不一样的颜色的方块可以挖洞哦 喷风珠的效果为不断吹出强风 可以利用这个强风乘风飞行 首先召唤出喷风珠 在它即将要喷风的时候 跳上去并立刻同步 就能顺着风飞起来 虽然喷风珠不太持久 飞的高度不高 但与其他飞天手段不同的是 这招可以左右操控方向 在跨越小型高地差的时候很好用哦 在游戏中其实也有类似萨尔达经典的滑翔伞 只要举起拥有翅膀的生物 并从高处跳下 就可以达到滑翔的效果 就连卡卡利克村的鸡 都可以拿来当作滑翔伞使用 注意这个滑翔是有时间限制的 大约5秒左右就会垂直落下 有一个方法可以解除滑翔的时间限制 首先召唤出乌鸦并同步它 只要召唤吹粒子或者其他有翅膀的 举起后往下跳 直到吹粒子出现流汗的动画 按下R键同步乌鸦的行动并马上放开 就能重置滑翔的时间 进行长时间的滑翔 让萨尔达也体验一下 林克使用滑翔粉的感觉 涂修的效果为往前突进 并吹走重量较轻的物品 它有一个bug使用方法 首先召唤出床后 让萨尔达站在一侧 接着召唤出涂修 就可以使床往上飞升 多次使用涂修就能使床飞得更高 到了后期甚至可以连续召唤图修 连续吹起三次 进行快速的垂直移动 这要用来爬山是非常好用的 惰眼怪不只是采芒果的好帮手 也是一个无限飞天的陶克神器 在前期脱力能量不够时 首先召唤出惰眼怪 并同步上升 升到最高处后 再召唤一次惰眼怪 第二个惰眼怪因为是在空中复制出来的 所以高度会更高 到地面后 立刻召唤出第二个新召唤的惰眼怪 就能根子到达更高的地方 只要重复这个动作 就可以一直不断升到新高度 想去哪就去哪 到了后期脱力能量多了 操作起来就更简单 不只可以轻松用两格的跳跃优势跳上去 也能直接把惰眼怪叠起来使用 可以说惰眼怪是相当方便的探索复制品哦 雨唱完的效果是唱歌使天空下雨 召唤一次只会下一次雨 但是内无法使用 知道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使用方法 它的雨是附带水属性的 如果在下雨时 召唤出和水有互动的复制品 会有组合的效果 例如带电翼形虫 或者是其他变属性的怪物 就可以使电极范围扩大 或是召唤出泥怪的话 能让水泥怪变大 是个有趣的组合招式 那以上就是萨尔达传说智慧的在线 十个离谱操作了哦 如果这边影片有缺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这里就会出更多萨尔达传说之为的在线内容哦 你们大家拜拜